然後奧斯卡到Leonardo DiCaprio 沒有任何的學念 雷奧納多不以俊俏的外表自滿 和多位大導演合作磨練演技 先後憑著神鬼玩家、血鑽石和華爾街之狼 強勢問鼎奧斯卡影帝 但最後都實質交臂 好萊塢重量級公關佩基希哥受訪時表示 他曾經跟雷奧納多說 要等你老到坐輪椅可能才會拿到小金人 因為奧斯卡不只看實力 想得獎還要獲得同行的認同與尊敬 頒開雷奧納多近幾年的新聞 長炮夜店愛把妹、密謀女友一個接一個 放蕩的形象是雷奧納多得獎的最大障礙 所以他轉區低調參與紅毯造勢活動 智力關心環保議題 終於拿下生涯第一座小金人